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四輪的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選手節目對青少年影響畢大於利》 對賽雙方為《正方廖寶山紀念書院》 以及《反方可攻中學》 現在先請介紹雙方辯論《正方》主辯黃思怡同學 第一副辯袁子晉同學 第二副辯黃海輝同學 結辯程嘉玲同學 《反方主辯蔡樂施同學》 第一副辯尤思琦同學 第二副辯吳飛兒同學 以及結辯王熙同學 今場也很高興能夠請到三位評判為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 會資中學辯論隊負責老師李政權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員梁玉馬小姐 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員 一副、二副台下發文 結辯共六個環節 發電時間為4、3、3、4 每次發電時間結束前30日會有一丁提示 叮 夠鐘則有兩丁提示 叮叮 超時15秒則會叮三丁提示 叮叮叮 也會扣除五分的超時 明白到現在網絡有遲緩 或可能有時候聽不清楚中聲的情況 所以每次叮叮的時候 我都會以手勢提示 一叮,二叮三叮 便亦要留意責任去留意螢幕 也建議在網賽的情況下 不要嘗試用盡15秒的緩充時間 其餘的詳細賽歸之前都已經給了各個參與的學校 如果雙方沒問題的話,我們正式開始比賽 現在先請正方煮變發電,你有4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主席評伴有關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 創造101青春有理偶像練習生等等的選手節目 在近幾年年和餘後倡信頓不斷冒出 去到現在的青春有理三,創造型二 這些選手節目往往都會通過觀眾投票決定參賽者的退留 而觀看這些選手節目和參與投票的觀眾大多為青少年 以創造101為例,2018年黃智少女剛出團的時候 粉絲超過50%是零零球的青少年 反映出青少年和選手節目的關係密切 另外,根據台灣佛光大學指出 青少年作為儀和過度到成人的一個階段 是價值觀最容易受華影所影響的階段 這個階段中建立的價值觀 是他們人生價值觀的定調 所以會穩定地變香到他們皇后的日子 換言之,這個時期所建立的標準 將會影響青少年一生善愛的標準 亦為重要 又見及此,選手節目的一對一度 都會引來是否會獨特青少年的關注 而今天的變題亦應運而生 今天變題中有個重要的字眼 青少年 社會組織指出青少年期年齡 在10至19歲之間 會建立成人口價值觀重要的時期 而要行能變題 就要看選手節目的價值觀所造成的一些影響 對於青少年建立個人價值觀的過程 是否比大於你 而我方贊成一點 便是基於以下兩大原因 第一,公投變決價值作用 觀眾無法從中學習 甚至會從中學壞 現時選手節目進得的方式 全部都是要獲得越多票者 投入有機會進出 而最近幾年大熱的選手節目的進出 主要都是靠公眾投票來決定 但大部分觀眾本身並沒有任何相關的專業知識 就評價表演內容 再決定選手是否能出到 因為行量選手出到越多的權利 落在一班見譜專業知識的觀眾手上 令出道的選手舞台基本功都坦差人意 例如在錯誤的01節目中 選手楊超越的唱片基本功明顯很弱 一直到總舞台時 仍然有走音的情況出現 但最終被觀眾投票到第三名的成績出道 可見觀眾的評價選手 能夠出到的判斷能力 更調適到相關表現內容的專業知識 例如音準、節拍方面的專業知識等 所以才會選擇一個連基本功功未有的選手出道 現在的節目中投票權 交流獻他對藝術專業知識的普羅大眾 但進行選手的實力 和他們所得的票數就有差距 沒辦法反映出選手的真正實力 當觀眾是從事連這個觀念的階段 被投票結果影響後 一旦建立錯誤的價值觀 就會終身喪失 判斷表演好壞的能力 第二,商業為先、專業為次 選手節目評判質素及超次 現時選手節目加入評判的角色 專門為選手提供專業的建議 並為觀眾分析選手的舞台實力 但你不依舊的評判 現時的評判根本沒有相關的專業知識 例如在《全民造星》節目當中 沒有相關表唱背景的評判 數碼中國集團主席蕭定一 評語就是指參賽者的名字太普通 對參賽者的演出隻字不提 結果反而令宋少年覺得表演的好壞 特別於跟參賽者的名字是否特別 而不是在個人能力 給他們一個錯誤的價值觀 要他專業知識的評判 就兩比評語 提供錯誤的學習方樣 會方法從一個專業的角度 教導宋少年何為一個好的表演 反而現在選手節目 對宋少年建立他們的個人價值觀 甚至青少年會建立一個 影響中心錯誤的判斷標準 到最後我想問問 作為公眾 作為有投票之間的友方同學 怎知為之 一個出色的賭博唱康技巧 可以演音唱歌嗎 謝謝各位 正方主便發言時間為3分34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又請反方主便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但準備好正向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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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方主便 反方主便 等於第二次 разб手 走 但麻煩有科技學留意的是楊超越在這幾個月的武力 以及他們的良好分家 支持在觀眾投票選舉為對傳的標準 今天面提中的青年 聯同國的定義是幾年能隔於13至19歲之間 而選秀節目就是通過10點1錄鏡播出過程 並以選秀作為節目的主要目標 並由來自世界各地參賽者中選出有限力的成員 提出獎金復興的合作甚至是工作機會 不好意思 反方主編說話有點茫茫 是聽不到的 跟人爆米的情況很嚴重 是收到明白 如果雙方不介意的話 可不可以請反方的主編 可能由頭開始再講一次你的廣告 你可不可以近一點點 近一點小聲一點 把鏡頭抬高一點 其實可不可以站近一點 如果看不到鏡頭可以接受呢 明白明白 好 進兩項評判吧 沒問題 好 好 今天這樣可不可以 聽到 聽到 可以讀多一次主席評判有空同學嗎 主席評判有空同學 在座各位 大家好 可以可以可以 不好意思 我們可能由頭開始 三方的主題 我會重新開始計時 不用擔心 一二三 叮 主席評判有空同學 在座各位 大家好 剛才有空同學就說 楊超越實力不足 但是就被人選了 做女團之一的成員 請問 其實楊超越被選中 到底是因為她的實力問題 還是其實是觀眾想看她出手呢 當然不是 楊超越 她之所以會被選為女團成員之一 是完全是靠她這幾個月裡面的努力 和她自身的良好品格 觀眾雪亮的眼睛 找到她的肚子才會求 她做這個女團成員之一 而今天變體中的青年 根據聯合國的定義 是指年齡較於13至19歲之間 而選手節目 即是通過實景的錄影 播出過程 並以選手作為節目的主要目標 由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賽者中 選出有潛力的成員 提供高額獎金 經濟合約 或者是工作機會 選手節目的主題 包括歌唱 舞蹈 舞蹈 服裝 發言設計師 明星全體 演員等 其中著名的例子 有早期的超級聲波大道 全英一丁 今年的全民造星 青春遊里系列等 今天外放行量變體的標準 在於選手節目能否促進青少年 在正面價值觀 以及人際關係的建立 第一 選手節目為青少年說立 廣樣 傳遞正面價值觀 根據德國心理學家 艾利克森的人格發展 家庭論 青少年時期大部分時間 所面臨的心理危機 都是源於他們的自身能力 以及自我認同 而模範是他們的人際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環 耶魯薩拉希達萊大學心理治療系教授 魯薩倫指出 青少年要從自我迷惘中狀態走出來 需要通過一些對 需要通過對治 成年和童年偶像人物的認同 來實現其自我確認 並由往往是他們學習模仿的對象 選手節目中的選手能夠為青少年 傳帶努力追夢 促苦上進的正面價值觀 以超級星光帶到為例 節目內容以真實、感動 追逐夢想為主奏 並以努力不懈自我突破作為元素 參賽者起初都是素人 但依靠著對音樂的童頭 在比賽中努力發光發亮 又如超級明無心 四鬥地八貴冠軍 彩蓮 他參加前幾次的比賽 賺到不幸被淘汰 而他靠著自己強烈的野心 毅力不期待地再報告名 最後終於成為冠軍 在選手節目中 素人成功 平凡人依靠自己不放棄 和充分的野心突破成長 卻變為閃閃發光的明星 對定處於迷惘期的青少年 又絕定能量的到向 鼓勵青少年並立服於自己的目標 更加堅定追逐自己的夢想 第二 選手節目增強青少年與人相處和共情的能力 在青少年階段 人生關係的建立由其中央 選手節目會強調參賽者之間的情意 特別關注選手之間的相處和代人節目的方式 沿途年的快樂旅星 超出星光大度 不少參賽者在辛苦漫長的比賽過程中 建立革命情感 每當選手被淘汰 總會引起其他選手的不捨和樂隊 而近年中外偶像選手節目 例如青春有你 Produce系列等 更專設封閉訓練宿舍 增加訓練與日常生活的判斷 通過參賽者在分組合作舞台的相討 彼此之間的互相鼓勵 令青少年夥背更多和同伴的溝通技巧 令其與身邊的人相處更為融合 多謝各位 反方主編發言時間為3分48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自由派出位台上變員 向反方主編提問 發言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主編會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再一分鐘時間回答 所有限時到達前15秒 都有一丁提示 叮 接著輪到反方自由派出台上變員 發問正方主編回答 請評判留意你們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格依照發言次序 其實是回答分數來的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現在我們先請正方派出一位變員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程度鏡頭事業 不好意思 反方剛才不是很聽到正方說話 可不可以請正方等一陣 大聲一點 好好好 謝謝 可以 請 主持平方有方同學 再者各位大家好 聽完有方四分鐘的發言 其實我們雙方都很同意這個節目 應該要給一個正確的價值觀給青少年 但我想問是有方同學 主編就問你們 怎樣為止一個七色的堡角 搶空技巧和一個煙霧搶法 有不可能搭槍 有方同學其實都自己都不反對 給這些專業的觀眾去含量 究竟這些專業知識是好還是不好 被用的技巧是好還是不好 而他們主持人們的稅裏 究竟這樣不是一個 究竟是專業的觀眾 可以判斷到大家 是否判斷到這場比賽呢 其實如果今天有方同是認為這樣的話 是不是在街上 求其為一個對辯論毫無認知的觀眾 來做這場比賽評估 有方同學到一些專業辯論知識呢 如果不是的話 有方同怎樣可以透過這場比賽的觀眾 給他們一個正確的價值觀呢 謝謝各位 準備時間現在開始計時 謝謝大家 参加 参加 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轉變回應 預備時間結束,請反方轉變回答 要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聽你的鏡頭示意 主席情況有科同學,再叫個例,大家好 剛剛有科同學就說 今天有科同學一天提出楊超越的實力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有科同學有沒有想過,除了楊超越之外 在白神與張碧神這些具有實力的歌聲 請問有科同學還有沒有看到其他的藝人和楊超越實力相同 究竟觀眾的眼睛是不是雪亮呢 謝謝大家 現在輪到反方公辯,請反方自由派出一位台上辯員發問, 你會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問計時不適宜。 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辯員發問。 參參參參參 reunion 試其他的廳號,請召請參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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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nie law 視 пре then requirement 像譬如我們現在親這是今糊塗對摸 藉別特色證如我們 請吃 trans,粉絲例如我們 請回每個人出aliśmy 讨论这个变态 你的眼睛 可以一会儿 但如果今天我开了 就是没有想说导致选手节目 可以 因为我可以和人们投资选手节目 今天我们不断重复呢 什么呢 就是说 呃 观众就是投票 他们眼睛是不数量的 我们一见到就是 其实很多练习上他们很厉害的 不愿 流云的十岁开始接触家务书 所以小虎不认之后 一个人在北京学习家务 出道了之后 不愿意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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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否觉得 这种无力练习的人 是否都不值得有机会 给观众看一句 发光发动呢 有正方表示 这个台上答案是听不懂的 口两个 我们只听到一两个字 但是其他都两万一九 对你的意思是说 刚刚的问题听不到是不是 听不到 只听到一两个字 但是全部都听到 想问评判 刚刚听得听不清楚 这个法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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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说 我 的而且是嘗嘣的 但是如果嘗嘣得来 评判又听到 就很难用 present嘗嘣 来做一个飘调 条问题的理由 我是听到这条问题的 当然这条问题的质素 或者 p出来的时候 很不好听 是另一件事 这是第二个问题 对了 对了 我先说说 因为其实在我正式录景前 其实我也有不断请双方的同学 去试咪 试位 希望不准中间每一个位置出来都说听不清 我明白网赛是有一定这些方面的障碍的 但是我们先前都试过几次去试位 试声 所以我希望另外两位评判 如果你觉得刚刚的问题 其实你也听到的 不是真的双方发现的声线有问题 内容的感觉 我就不会因为这样而请同学再次去present 我想问 可不可以其后的辨位 都站前一点 和清楚一点 因为有点难听 明白 因为反方同学 现在站前了 你未必会看到 我在镜头 可能一丁二丁 我会做手势看不到 那你在发现前 可能你给一个OK手势 我会说一二三丁 我就开始了 同学 这样就变了你可能可以站前一点 避免 或者同学 可不可以反方同学 现在试多一次 说一句 主席评判就位 大家好 大家确定多次这个位置 和声线是OK 那我们就继续去赛事了 主席评判就位 大家好 是 我想问姓光 或者是平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 OK 那我们保持这个位置 这个声线 之后希望就不要再重复了 对不起 去到刚刚那条反方的问题 另外两位评判 刚刚是听 听不听到的信息 你好 我是听得清楚的 因为其实反方可能刚才主变第一次发言 其实我都认为是清楚的 所以可能正方会不会可能是你们收音上 反而我会想会不会是有点问题呢 可能都 就是有机会可能正方那里都可能拉近一点点的收音 那你们会听得舒服一点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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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會給一分鐘準備時間正方處理 預備時間開始計時 準備時間開始計時 準備時間開始計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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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按照这方面的准则其实无意于跟这群青少人的观众说 我们成功其实是不需要实力的 结果就会影响到这群青少人的价值观 然后就跟我们双方的准则配搭而辞了 这群同学给了很多例子跟这群同学说 这些选手只要在舞台上互相鼓励 互相扶持就已经是算作他们的实力了 这群同学没有辟致今天的辩题折压 我们应该讨论的是选手节目 而不是来看选手间的诚意 同时此举无意于跟坐在电视机前一众青少人说 其实选手是不需要专业的技巧的 只要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间的诚意就OK 就没问题了 然后造成了青少人的价值观扭曲 再说今天有可能和我们说 可以看到选手就可以给他们一些规俗感 又可以做到一些青少人的代表 我看到他在选手羊吃完 他本身的实质如此不堪的时候 其实他究竟做到什么 又给青少人看 青少人有如何从这些选手上面 去学到一些可以对自己的价值观 建立自己个人价值观有利的条件呢 根本同学说到选手节目 可以为青少人带来很多帮助 但我方却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近年来选手节目出现黑暗的情况 残束得狂 评判受制于节目组的情况 亦越吹普遍 例如今晚的选手节目 明日之始就要选了作为专业音乐带来人 歌手的摄志谦作为评判 而他在投票的时候被节目组施加压力 因然更改其专业的意见 将跳投给比较差的选手何之 并令其胜出 而摄志谦在听到赛果之后 才将这件事确实倒出 即使现在评判很专业 都会被节目组影响到他们专业的意见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青少人难以根据评审的决定 去判断一个何为好的表现 另外的问题是 就算这个评判好像是什么样 经过音乐方面的专业知识 但最终都会因为受到 节目组的操纵 而投下为升级一票 当评判的职能无法显露 选手的节目对青少人的意见 又怎样会是利那于弊呢 就想问一下有班同学 如果有班认为评判不专业 很专业的节目都没问题的话 那你们认为 怎样才叫做一个好的评判呢 各位 帆方一部发言时间为 2分28秒没有超前无需 正方一步,發言時間為2分28秒。 接著去到反方一步,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問解釋。 1,2,3,叮。 主持評判入方堂,正在各位,大家好。 今天入方堂就和我們講,楊超越這個例子講了很多百萬次, 但今天100個出道是否只能一個楊超越的方堂? 今天大多數的選秀的參賽者,全都是張北誠、華晨院, 這些有實力的人,有方堅疑不陷, 有方堅疑他們,一個楊超越就打完全部的例子了。 有方堂就和我們講,選秀節目會令楊超越破壞, 但今天我們看到破壞些什麼,他們就完全不凡。 有方堅疑他們跳過了整個論證的過程, 就是說選秀節目就會令楊超越破壞了。 今天有方堂同學還教出一個, 就是說, 今天選秀的節目是否只能破壞那些青春有利, 創造型那些偶像全體選出, 並不是, 今天我們看到什麼, 全民一釘, 這就是街舞, 就男生一釘, 一三一, 這些包括看藥、唱歌、唱舞這些, 都是不談的, 這些無論是哪一種選秀節目, 選手擔賞自己夢想舞台的這個目標, 就是給了稱之一種很好的價值觀, 很好的影響, 要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今天有方堂同學說, 楊超越那些,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楊超越, 就算他剛剛開始進去實力不行, 但是他就算沒有機賽, 不然沒有機賽, 但是他在節目裡面, 非月性的節目有方堂都完全不看過, 有方堂就是見到楊超越, 剛剛開始實力不行, 就說青春年破壞了不行了, 還有有方堂今天就跟我們說, 選手節目裡面的導師不行, 我們今天看到什麼, 就算是有方堂所謂不行的偶像全體, 裡面的導師是什麼, 周深啊, 靈靜啊, 這些明星, 鄧超這些明星, 情風破壞的是什麼, 英華的經理人, 你們跟我們說, 這些人是不專業的, 我就說不要在那裡混流試, 對不對, 還有一個, 今天, 其實我們看到不單是有, 其實大家都聽過傳媒, 這個節目裡面有一個小妹妹, 就叫安傑麗克海爾, 在四歲的時候病痛前生, 經歷了高器官衰竭, 接收了新章, 但是這些訊息都不可以阻擋他, 實現他高中夢想, 在節目中兩次過得黃金按鈕, 在這裏, 他高於節目中最聯繫的阿光, 他經歷逼了無常, 包括現在年來五次元科, 但我們在商業的成績就未如理想, 我們今天看到是小妹妹, 都可以按照你追星降臨, 我們怎樣可以肆意去追問呢? 這裏都是有控制, 包括收入過來了。 下方一負發言時間為, 2分50秒沒有過時無需求分, 接著又請正方二負,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清理鏡線示宴。 1 2 3 丁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尤邦娥其实今天很简单的 他现在衡量这个选择是可不可以带给清少年这个有利的价值观 就是看他们这些努力不太会影响到清少年 其实有帮同学听完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他自身的价值是很楼谷的 节目里面谁不努力呢? 就像《全民造星》里面那位 被人说不好那位莫学师 他本身也很努力 最后他又是因为实力太差 所以他实力太差他也是不可以出道的 而且选手节目的兽是优秀的兽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表图娥你今天不以实力为标准 只是觉得努力就够 所以现在有些人能出道 现在某种针对他的东西 他出道这件事完全影响了清少年的价值观 因为他现在认为就算是走音都可以出道 走音都等于他优秀的有关同学 在座各位有没有他还跟我们说 他要清少年以杨超越这些人做仿仰 还说其实现在有很多跟杨超越实力相同的人 都可以上到舞台 其实有可能你自己都承认了 他们是没有实力的 就像我官一半所说 你是否想他们和一些没有实力的人 都可以在选秀节目导出道 再说有可能今天一直都没有正面回应我方 观众和评判他没有专业知识的时候 怎样带他清少年一个有利的价值观 有本堂为什么不敢回应 因为有本堂不够胆 现在我们看到什么 观众他们投的人是杨超越影响清少年价值观 评判他们现在给不到专业知识 只是找到一些演员来让力 这些人来做评判 没有专业知识影响清少年价值观 所以有可能今天根本不敢回应 再说各位 今天可能会和我们说清少年学坏 就学坏了 那是大不了的 我认为只要他努力 就可以带到清少年利处 我方已经说过了 不要了 有本能学 再说我今天完全忽视了 我方从主辩开始集很重视的一点 就是有关于清少年年龄家庭的特质 如果再强调多次 清少年这个家庭是非常容易受外界影响 我方今天为什么这么重视票实不相符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执嘴于人的消业呢 因为他们在这个容易被影响的阶段 就是要建立他们终身价值观的阶段 现在是选手节目 选手的选手的选手和实力不相符的情况是很多的 不止杨千叶为你 清少年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就会将差的表演 学成好的表演 进入出一个某个价值观 现在杨千叶为你 如选手这些人都可以出道到的时候 就会令清少年认为 出道是不需要实力 可以唱歌走音 甚至认为只要努力 就可以成功 就可以出道 这些就是影响到清少年的终身价值观 成章环境和教化 多么重要 我方应该都不用多说 如果不重要的话 请问为什么4月15日 这个国家安全日 他奸奸和口奥国歌 不重要的话 他又怎样会这样做呢 在清少年的一个阶段 我们要做的 鼓掌是一个正确的环境 建立价值观 所以今天已经成立 多谢各位 正方二副发言时间为3分11秒 没有过时无需求分 接着轮到反方二副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 请去竞合示意 1 2 3 主席、评判、有方 在座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从主辩到二副 都是拿了什么 一个例子 我们讲的 杨超越 今天我想问 究竟今天全部选手的节目 是不是全部人都是杨超越 是没有那么有实力 今天有方和学 有方又给了数据和我们讲 今天究竟有多少清少年 因为杨超越这种 没有那么有实力的人 输入了一些错误的价值观 今天有方和学 只是不断举出杨超越的例子 但是今天我方见我 很多偶像都很有实力 最悲的都可以被观众看到 刘宇欣、孔雪儿、胎成员智孝 今天他们全部人都是什么 很有实力 然后他们又很坚持努力不限 有正面的价值观 正能力向上 才会被观众选到 其实今天有方和学 已经在 不断举我们讲 就是因为有些不劳力的人 判输了错误的价值观 所以会带给青少年的影响 是弊大于你 但是今天有方和学 完全没有认证过 所以今天有方和学 大于已经不成币 我们今天看回我方的领处 其实今天我们的心理学家 古东理由 偶像果样化教育 是可以促进到 学生的批判思维 今天可能令到他们知道 究竟有什么是对的 有什么是不对的 今天可能令到他们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和学会从多角度 光导他们的偶像 这样的话 就是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 这个已经是领处 再者今天 再者今天追星 看选手节目 都可以为学生 带来一些正面的能量 正确的价值观 今天看到这些学生 今天看到选手 这么劳力去追梦 就是坚持自己的梦想 今天青少年就会因为这样 而被鼓励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今天有风龙也很有趣 我们说什么 就是说 今天其实要努力有什么用 今天最重要是什么 要有慎力 今天有风龙是否赞成 只要那个人有一点点的 所谓的慎力 然后就可以在选手节目 完全不努力 懒惰地走 然后他们也可以被损伤 今天我们应该要 也要有正面的价值观 才讨厌 其实 其实今天 还有各位大家好 其实以前大部分的节目 都认为皮肤白正 身材签手才是美 令大众对明星库 有一个黑板的印象 幸好 今天就形形色色的选手节目 那么漂亮明星的地面 外到下面也 都有才能 想追梦人的一个机会 另外我们有体型微半 皮肤黑的亡谷 就通过选手节目 创造1012报告 香港就虽然被判 但其实就是乐业超 全民造星 可以看到长年审美单的情况 突然改善 对青少年大人正面的作用 新美学家压力上指出 青少年的主要任务 是发展出自我认同 塑造自我概念 尤其是青少年很注重 自己的身体变化 和人体对自己的看法 令到自我概念下降 选上节目不定念你 甚至在外表 或提升青少年的人自尊身 不每一日假装 对审美体实定义 亦产生自我否定 最多看他自我科研 这边 这边的关系作用 多谢 反方二部发言时间为3分08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进入到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都会有两轮的发问 先请正方派出台下面员发问 要有一分钟的时间发言 准备好清晓镜头示意 1 2 3 叮 与迪评判友谎同学在在各位 大家好 假如在一个选择节目里面 有一个人比较高 但是在参赛期间没有成长过 另一个选择实力很低 但是他参赛以来不断成长 那我想问一下有方和我 哪一个选择应该晋级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听不清楚 不麻烦有方方 可不可以带声 你重新开始这个问题 1 2 3 叮 主席评判友谎同学在在各位 大家好 假如在一个选择节目里面 有一个人实力很高 但是在参赛期间没有成长过 另一个选择实力很低 但是他参赛以来不断成长 那我想问一下有方同学 哪一个选择应该晋级呢 多谢各位 准备时间开始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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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今天很喜欢跟我们说杨超越这些没有实力 但是又努力的人的例子 我刚才跟他说 我刚才看到杨超越他为什么没有实力 是因为他从小学不如出来去打工 他没有实力没有一个背景 让他接受专业的训练 如果他上次节目他因为这些先兴的因素 而不是他不努力而受了一些初逆失识 是否就是选手节目愿意见到 是观众愿意见到 是选手节目应该传递给青少年的加拿大官呢 我们见到如果今天杨超越这些 他其实在节目里面 我们大概都看到他有非语性的进步 他有努力的时候 他会跟这些人 有什么不可以受到观众的支持呢 谢谢 好 接着轮到反方派出你的台下辩元发问 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问警察先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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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方一分钟预备时间开始计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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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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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根据很多年训练习 面试了好几家公司 很多次的损失才会被人看到 这就是令青少年老人追涌 今天有方向完全是默示了参加比赛 他们刚刚开始做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不够了 令青少年博坏 今天有方向我 谢谢各位 接着请反方派出台下辩元发问 有1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听见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1 2 3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有一个创与的价值观 我们只是见到青少年 看到杨超越以素人出身 虽然受力不够 但每一场都有进步 有方同学好像选择性有盲 见不到刘宇欣 华晟宇 蔡翠坤 张碧臣 李吴春这些人 有方同学就说评判不专业 操作研究师周深 专业歌手统合 还有中国好声音的导师 这些有哪一个评判是不专业 请有方同学同学指出 政方预备时间开始计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简直觉神金 contacts 嘎理解态人力 分极度 请不吝点赞 针 Senate 请不吝点赞 针 Ban 韭尼 定 主席, 评判来, 各司icking集团 今天,由此始终使朕课采议只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够努力的 formulas 因爲他认为只要努力就可以激励这班青少年勇敢追 我想问有方同学怎样为止鼓励到 怎样为止鼓励不到呢 所以大家介绍出来解释一下 有方同学来说什么 同学来说有很多专业评判 但就正如有方的中国好声音为例 曾经在那里做的导师的诚诚也有指 是有节目中控制着他们的言论 跟他说这个应该选择 在这个情况下 节目中控制怎样可以令这班青少年 在当中获得一些专业的知识 有请税片出来解释一下 因此其实我们看到青少年的价值 受到一些不专业的评判 不专业的观众所影响 那青少年又怎样利大于弊呢 多谢各位 现在轮到税片的环节 双方税片有一分钟的时间预备 开始计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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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至少评判有个同学着着角 说上天不一定只会兼顾聪明人 其中的万分之一也会分给邓小孩 在内定选手节目创造101出道的艺人 楊超越所讲的这句说话令我感触可心 其实外界很多人包括刚才有个同学 都表示过对他的质疑 但是就好像他自己所说 除了挑户和背景 付出努力同样都可以打造自己的梦想 这种精神也都打动了无数的青少年观众 其实比赛来到尾声 我们不难发言有方同学放下了三大谋误 第一 有方对选手节目认知过于合议 有方同学由一分头就跟我们说创造型 青春有这些偶像团体等选手节目 由主变化到一月虎的主线建构 都是片面地建基于这一类的选手节目 再尝试片面地理解选手 但我方同时已经再强调 法人秀 歌唱比赛等 这些全部都是属于选手节目 但有可能就传承毫不理会绝后不提 重变应知令到有方理直气壮地 妖魔法整个选手节目体系 粗暴地将各种化于文化中的多良风气 套用在全部选手节目那边 以至于变体的理解出现偏差 扩大了选手节目的弊处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 选手节目今天可以以多元化的内容 为声少年刺立正面的榜样 它是它们追逐自己的梦想 我们看到这些这么多类型的节目 都不离如同地展现世界上 这么多努力又优势的人 所带给青少年的正面影响 我看已经给出数据和例子论证 但很违恨的是有方同学 又是全程置疑不见 第二 有方试图已告别例子论证 选手节目整个整体的闭处 论证选择达代表性和广泛式 今天有方同学全程 便是给出杨超年一个例子 就想走遍天下 全场只是捉击他一个人 就试图精灵 选手节目会带给青少年巨大的幻影响 但其实我们今天看到有方同学 直下风范地 口口式地和我们说 这些极端例子会令到青少年迫坏 但又拿不出数据和论证他们的观点 根本无法解释清楚 这些过例对于全部选手节目 有绝对的代表性和广泛性 以偏概全自然废除都站不住脚 第三 有方同学对于选手节目 所传递的价值观影子有偏差 有方同学认为选手因为各种可控 不控控因素而在实力上不如其他人 但在鼓出努力每日恨苦练习 甚至最后真的有非约性进步的时候 有方同学都刻画地否定了 他们为青少年大来的鼓励 好像有些同学的标准 那选手节目所传递的价值观 努力没用是否又是有方同学希望见到 而是适合传递给青少年的价值观呢 其实过去选手节目被人的印象 但价值是茶余饭后用于消炎 其影响力不被重视 但是在现在这个娱乐产业发达 大家的选择都逐渐变多的时候 为什么偏偏是选手节目 可以在八巴齐放下脱泳而出呢 其实当我们看到选手节目 由一开始形式枯燥 先天一轮都已加配合了专业团队 筹划精灵 为观众提供足够的思考和讨论空间 年轻一辈中的受众越来越多 其影响力亦都越来越大的时候 选手节目的内容 亦都更加注重社会多元化的展现 和正能量的存放 原来竞争不一定要欠个面红尾车 肥仔不一定就从无态无缘 跌倒亦都会有人陪你一致地再起床 谢谢 马方捷电发现时间为3分48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着最后请正方煮电 留下4分钟的发现时间 准备好正面镜头事业 可以 可以 叮 主持评判有方同学 再者各位大家好 在这个位置其实不难发现 有方同学觉得选手节目 对于青少年有利的地方 在于这个节目可以让他看到 有人有多用努力追望 而不是看到他有多有实力 有方同学说我方有错误的价值 其实有方正确就是错误的价值 有方同学说单靠努力就可以 这个标准是低到不可置信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我方今天都很努力的 我方今天写歌写了7天 练稿练练练了7天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要赢呢 有方同学跟他说 我们说一下 他们写得杨超越一个例子 你不如看看杨超越 杨超越虽然实力很差 我方都不说杨超越实力有多差 我跟你说 在同一个节目里面 有一个台湾著名歌手陈光玉在里面 陈光玉很努力也很认真 他甚至唱歌的技巧也得到导师的清赖 但结果他也是出不了道 结果导致什么 导致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些青少年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他觉得陈光玉被人头发 就代表他的技巧不够好 他看到杨超越成功 就是代表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这一件事令他们有错误的观觉 这样对于青少年的价值观 根本就是迷大于理 他跟我们说什么 他跟我们说话 其实大家都很努力 他跟我们说话 其实他看到他的努力就可以成功 但同样地 我今天是心灵鸡脱 我不是代表我现在的心灵鸡脱 我看到一个三十岁可怨文人的狀元 他走开巴士 我就会觉得我应该有勇敢追梦 不是的 当这个情况之后 今天有方同学所谓的 如果你究竟在哪里 我跟我们说话 我方就跟你说 在同一个节目里 创作101 有一位选手叫陈宇彦 他参加了这个节目之后 他失败了之后 回去做上班 是否大家都想学他一样 失败了之后就不要追梦 失败了之后 他们就没有资格追梦 这个是否有方同学 青少年学到的呢 各位 来到叶变这个位置 不如我们从生活在变谈的当中 凉落字眼 第一 青少年 不断强调 青少年很容易被周边的环境 和市民引起自己的价值观 在这个阶段上的价值观也很重要 即使在成年阶段改变价值观套 都需要很长时间 以后大量整个价值观的购书 才能够重复回到 但是很多青少年在这个学院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坐在哪里的时候 这些价值观也只能延续下去下一代 第二选秀的节目 因为全部学家比较成比较认为 所以电视节目都是教育首端 有班同学只认为教他们努力就得 从来没有给他们任何的专业知识 有班同学的电音唱法 导歌唱歌 有班同学都一个都答出 他怎样期待这班观众可以教他们 这些评估可以在节目中的控制之下 教了给他们怎么做呢 其实有班同学在这个不专业的节目里面 有班同学都知道他们不专业 所以才会觉得他们明亮的眼睛 但明亮眼睛搞出来的是一些不专业的口罪的时候 只会有些不专业的知识给他们 只会令到这班青少年有一个错误的价值观 一个教不出正确专业知识的时候 最后只会令到我们成为一个娱乐知识物中 怎样对我们有利呢 最后一个社会的风气 全部来自他们是价值观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文字开发很重要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选秀节目的头片的人 不专业 没办法教我们下一代什么叫专业的价值观的时候 到最后这班青少年为了令自己变得标奇立义 就会选择压着自己的可能性 不敢创新也不敢去表达自己 到最后有谁可以救救我们这班青少年为了救我们的下一代呢 多谢各位 多谢各位 姓方杰变发言时间为3分48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比赛来到这里告一段落 我们先和评判去联络一下处理分子的问题 把握时间的关系 如果需要为评判前人分析之后 你可以message 我们就可以开始分享评语的 好 那我们现在先请香港浅会大学 粤语辩论队前队员邓卓南老师 为我们分享评语 Hello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请问各位看不看到画面 和听不听到声音吗 我看到你分享镜头 但是是黑色的 不好意思 请问暂时听不听到 你听到声音的问题 是因为我电脑突然之间 画面不知为什么 离开了在这里 麻烦 现在呢 对不起 现在是不是都 OK了 我看到了 OK 好 谢谢 好 各位评判 和各位同学大家好 首先很感谢蔡会的邀请 因为今天我稍微有些工作要做 所以跟蔡会申请了可能先讲评 那待会如果大家有些个别问题 那我也欢迎你们可以 私底下可以用WhatsApp 或者电话联络都可以 那这一段说声不好意思 我先讲一讲自己的票向和判准 那我的判准呢 主要是看下双方交锋的准确程度 而我今天那一票是投给反方 那我稍后会解释一下原因是什么 那在这一场比赛那里呢 我觉得首先 两边的主辩呢 我会稍为 正方的主辩呢 可能都要留意一下 的主线呢 究竟 就是 会不会能够可以集中 对于青少年的影响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譬如你会觉得观众 他们会没有一些专业的判断的 那所以就令到选手 最后赢了 或者得奖的选手 都会反映不到真实的实力 那于是呢 你就会推论到青少年 对于他们会带来一个弊处了 但是我会反而想听就是 中间的那个逻辑的关系 就是我想听的一点就是 为什么一些评判 你觉得他不专业 他判错的话 那为什么一些观众 他会学到这些价值观 为什么他不是批判那些评判 而是他会学了这些错 不是价值观呢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会想听政方去解释一下 那因此反方去到后场 都会有问你的 那实际上有多少观众受到影响呢 那那些网民其实看到一些 譬如正方所说 例如萧定一他乱被评语 那些网民是罵的嘛 那些观众不会学了他的嘛 所以这一点 我是比较想听政方的推论 那因此我觉得政方呢 很有一个扣题的意识的了 很想扣紧对青少年的影响 但是前一步的推论呢 我会觉得可以再仔细一些 这个对于政方主线的小小意见 那对于反方呢 我觉得反方是会较为贴提多少去的 还有我觉得举的例子都稍为较好 那这个但是我觉得在大家的主变的位置 我是暂时未分到高下的 那我直到去到负变的位置呢 我会就已经将个票向投给反方的了 那原因是在于我觉得反方的一些攻击 或者一些的质疑呢 我觉得是会做得比较好一点的 那举一个例子呢 那例如看回双方的一质的位置 譬如正方呢 我觉得正方的一质 稍为有一些的回应 可能就未必那么准确地回应到反方的主变稿 那它有一个例子 例如正方的一质作出了两个反驳 就例如说 最后的观众都选了杨超越的 那难道成功不需要实力吗 这个是错误的价值观 那正方都说了全场的 但是其实我听到反方的主变第一句出来回应杨超越这个例子 就是说它有两个特质 就是努力和良好的品格 所以我觉得正方的一质是有必要地去提及 即使反方所说的这些努力或者良好的品格 和实力究竟有什么的分别呢 你所说的实力是否只能够说它的才华或者潜能的高低 努力啊 品格这些都不可以包含在它的实力当中呢 那我需要正方的一些解释的 另外就是正方一质也提及过 觉得杨超越会较为不堪 但是所谓的不堪是指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稍微听到正方可能有时的描述 都会说好啊不好啊不堪啊 可以再具体描述他不堪的地方是什么 但是因为反方我又听到他有提及过杨超越是有良好的品格 虽然反方其实也没有论述的 但是我会想听一下正方你的回应 会不会可以多一些听清楚反方主变的字眼 但是同一个问题呢 我又觉得反方一质都会出现在这里的 就是反方的一些攻击呢 我会是有少少建议的 例如反方一质呢 都会是首先去指出了正方其实呢 没什么很多例子的 他都是只有一个杨超越的而已 但是这一点呢 我会听下去第一个观感不是那么好 原因是你们反方的主变呢 第一句是先帮杨超越去兜的 你是觉得杨超越是一个好的选手来的嘛 是一个努力有良好品格的人来的嘛 所以我觉得反方第一个攻击 如果是可以回应你们自己主变的攻击 是说杨超越其实不是差的 不是一个不好的选手 我觉得是会较好 然后再进一步才指出他资料的不足 会较为之理想的 我觉得同一个问题就是 在你做反驳的过程里面 你的解释不是那么具体的 举一个例子 你会想说正方没什么资料 所以你想举全美一丁 是一个很好的选手节目 但是全美一丁里面 有什么选手他们追梦 有什么正确的价值观 他的节目做得有多好 青少年有什么正面影响呢 我觉得反方在做反驳的过程里面 你是举到例子 但是你举例之后 那个论证和说明 有些也不是那么具体的 而且我觉得有同一个问题 就是出现你第四个博 例如你说评判 就是正方觉得评判不行的 不专业的 所以我觉得反方好的地方 只有你数到例子 去指出有很多好的评判 但是又回应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这些评判是好呢 他们的判准是什么呢 他们的身份 他们的知识 是不是真的很够专业的呢 是的 是不是都听到姓任 所以我觉得反方的一些回应 是稍微准确一点的 但是我觉得你也需要具体的论述 而我觉得真正去判别胜负的位置 我是放在义父的阶段的 因为我觉得首先 正方的义父可能都会是 挺承接你前场的一些说法 例如你都会说 不以实力为掌 只看努力会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 我觉得正方其实是好的地方 在你的立场和论点很清晰的 而且你很肯承认一个立场 就是你不是这么看努力的 你看实力的 因为选手的兽就是看优手 就是才华的优手 这一点正方的立场很清晰 但是我觉得在一个价值的提倡上面 你需要解释 为什么我们在选手节目 不应该那么着重努力呢? 为什么会影响到青少年的价值观呢? 为什么努力是一个 不是那么理想 或者似一等的价值观呢? 这一点我需要正方去提及多一点的 所以我觉得首先在一个价值的提倡上 评判可能深正上会觉得 好像正方的少数贬低努力 但是客观来看 我觉得正方 如果你只会在辩论场上 真的论述到努力是似一等 没有那么重要 你能够解释得到的话 我相信评判也会有客观的判断 那我觉得有少许的地方 就会有少许落入了反方的陷阱 例如正方又说到 去到二副位置就说 那些青少年会把差的表演 当成好的表演 这一点其实承接着你的主辩 就是你觉得那些评判 他们有一些错误的判断之后 那些观众会有样学样 但是我觉得正方没有什么的论述 是证明到真的有观众会学坏了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对于你的主辩上 其实没有什么分别 没有太多推进 也没有太多例子去做证明 因此我觉得反方而父 是我这一场比赛 我画定胜负的一个位置 因为我觉得反方而父 做了一些挺好的攻击 一个例子 我觉得反方而父的攻击 是较为具体一些的 例如他能够有一个合理的要求 就是听得出正方是没有数据 指出多少青少年受到影响 当然了 你想真一点 其实这个要求是有些过高的 因为应该没有什么调查和数据 可以准确地说到多少青少年受到影响 但是正方其实都可以说一下 一些比如网民的留言 或者可能会不会有一些小朋友 他们的一些想法上面的改变 正方都可以举例子 我觉得这一点的确是正方的弱点 同时我欣赏反方而父的地方 就是他反驳之后他会举证的 他会举回其他例子 例如可能以后 我不知道我的名字有没有听错 因为其实我不太懂 这些选手节目的选手 我希望没有听错 但这个也不是重点 反方会证明一些有实力的人 还有他有实力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那里 因此我会觉得反方也能够回应到 双方是一个价值上的冲突 因为正方是没有那么肯定的努力 但是反方会问 就是实力至上 为什么是一个正面的价值观呢 为什么努力是更为重要呢 我觉得对于这一点 反方其实在异负上面有质疑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 反方的反驳会比较准确一些 还有有一个价值上面的比较 这里我是一个判断胜负的关键 至于台下发问 我不是那么仔细地说 但我会观察到一个问题 可能网赛的问题我都绝对明白 而且是体略的 网赛实在比较难 可以听清楚每一个人的字句 那么我们评判 就这样对着自己的电脑 带着一个耳机 是真的会听得清楚一点的 那么我明白在场的同学 比较困难一点 那么如果有机会 可以看到一段影片的话 都可以留意一下 我们觉得在台下发问 我会最想指出一点就是 大家要聆听清楚 对手的问题是什么 就算对手的问题 不是组织得很清晰 你也有必要去归纳一下 对手最想问到你的问题是什么地方 首先我先讲问题方面 例如正方第一条的发问 你会问就是有两个选手 一个实力高没有成长 一个实力低有成长 哪个更应该晋级 那么我认为这条问题 我给的分数并不是太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反方太容易答了 根据反方的主线 其实它很容易就会答后者 就是实力低 但是有成长 那这个是反方的主线 那他解释一下 其实就可以传取分数了 但是我比较想建议的地方 就是反方其实没有听到这个地方 反方就会继续去说 杨超越是一个很努力的选手 没有听到正方的问题 所以这一题我会判断 作为一个无效的回应 所以我觉得反方 是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就是正方如果问了一条问题 很容易回答或者很容易传取分数 但是我觉得这个位置 反方没有很容易把握到 我是觉得有点可惜的 这一点 至于另外 也是有几条问题 都没有什么有效的回应 那我给了一个例子 例如我看一看反方 最后一条问题 这应该是问题二 我挺欣赏反方最后一条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反方最后一条问题 是想问正方的一些资料 因为我觉得反方 挺去到后场 很动识到正方 可能所有的资料未必很多 你就会很大胆地问他 中国好声音哪个评判不专业 如果正方回答你 正方又是可以全取到分数 我觉得反方也是挺拼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位置 挺正中要害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中国好声音 因为中国好声音说 那些评判真的挺好的 那些评语真的挺专业的 所以我觉得正方是有点难回答的 当然你就这样抽一个 我觉得做得挺好的节目去问 有点要围栏正方 但我觉得正方也是在这个位置上 有点避开了 因为正方虽然你有回答中国好声音 陈奕迅做过这个节目 并且又回答他指出这个节目有黑幕 但是你不是回应反方所问 你哪个评判是不专业的这个位置 因此我觉得正方你是在回答陈奕迅的了 你是在回答中国好声音的了 但是你不是回答哪个评判不专业的 这个位置上都要听清楚 究竟反方真正的问题在问什么的内容 否则我就会很容易判断 作为一个无效的回应 所以总结来看 不好意思 刚刚的评论可能会稍微较长一些 我会对于今天的表现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就是今天的交锋可能会稍欠准确 我觉得大家在主线立场都很清晰 这个很欣赏的 但是在这个交锋上 可以尝试听清楚对手是讲什么 因为我觉得辩论比赛 最关键的其实不是你的演绎能力 最关键是你的聆听能力 你要听清楚对手的字眼 听清楚对手的质疑 听清楚对手的反驳 你才能够可以作出一个有效的功课和交锋 所以我也很建议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大家可以试试看一场比赛 听清楚对手真正有什么质疑 听清楚对手真正想要求你给什么资料 这个较为重要 第二点我想建议一下大家 就是资料的运用和攻防 就是资料运用不是我想说的重点 重点是做资料的攻防 我觉得但凡在资料的交锋上 是要判断形势 判断一下对手的质量 然后再去做攻击 我觉得今天反方的其中 将票数投给反方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反方仅能够判断形势 观察到正方原来的资料 可能真的只有杨超越一个 但是其实正方的资料 不是只有杨超越的 其实你是有举到另外有两个例子 但是正方又会陷入一个陷阱 就是对手会说你杨超越是孤例 但是你会继续用杨超越来做解释 你没有用其他例子来做解释 如果正方你能够用你手上其他的例子 详细解释的话 正方是会较为能够回应到反方的一些攻击 所以我觉得今天反方仅能够 能够视乎对手的资料质量 去判断形势地做攻击 这个是好的地方 但是对正方可不可以做同一件事 我觉得绝对可以 因为今天反方偏向举的例子 只是数例子 他会数哪些选手是好 他会数哪些的节目是好 但是反方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论述 我觉得正方也可以把握 就是反方其实的例子 可能在量上面较多 但是他论述的质上面 不是真的那么完整 不是那么具体 其实正方也可以做挑战和攻击 就会令你可以有更多的空隙 给你去做一些攻防 所以以上这两点是小小的意见 我都将时间交给另外两位评判了 谢谢 谢谢 谢谢邓俊南老师和我们分享 接着我们有请会 之中学辩论队负责老师李静权先生 去和我们分享一些评语 大家好 我简短地 我简短地说一些评语 或者意见 对于正方那边 我觉得今天可以做得好些 第一就是真的杨超越那个 有点是你提了 然后人家 整场都好像被人拉住了 去走 就是人家 拼你杨超越那个 然后你又要拼他 变成你很多时间 其实你原本的部署 应该就不是不停说杨超越的 但是那个结果 落到场的结果 就搞到人家 搞到好像真的不停提杨超越 因为人家回应你的时候 你又要回应别人 变成个个位置都要出杨超越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 例子做不到他原本的部署想做的事情 因为你不是打算用个孤例打全场 而是你有其他的例子 但是其他例子你提的就变成 因为要回应别人 就变成了一个配角 那怎么去面对这些情况 因为你以后比赛一定都是这样的 你提了例子 那些人都给你提个别例子 就是在今至今日 大家日常生活都见到很多 即逢出现这些事件 都会说是个别例子 但是你怎么去做 就是面对这些情况下 你怎么去做一个回应 这就是第一 我整场的评 我去到最后的评分是很接近的 就是我那个分差的位数 我给完完分 我就打算不动了 我看了那个Excel 我试试知道其实去到最后 我给了哪个 那个形势大概就是 在第二负变之前 我都是给正方赢的 而且给那个差距也不算很小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那个问题的质素 例如说 就是反方那边要留意的 就是你问的问题 其实很幸运的就是 去到后 都不知道 其实不是很幸运 那么去到后期 其实 正方那边都犯了类似错误 你问的问题是 太过是很容易被 对手回答到 例如你出来那个 你出来那个 台上发问的问题 就是说 你拨了别人 不要以片概全 但是跟着这个问题 到最后就是 他们那些什么什么人 是不是不值得有机会 那其实 别人太容易就是 他值得有机会 但是问题就是 比赛本身 不是看他才华 因为一些没有专业知识的人 他唱得不好 他都可以赢 那么 你不要 问题应该尽量 可以是用 就是去砌低别人的主线 而不是 就是令到别人把主线 说回一次就拿到高分 否则很容易 就会令到别人用主线 再说回一次 然后他拿了答的高分 你的问题又不是高分 那就变成分差会拉大 这个是反方要留意的一件事 还有 其实主线 我想主线是 在铺陈的时候 可以再下多一点 其实 今天两边都有一点 我觉得在一个结辨上面 反而铺的就好一点 负辨可能 当然反驳是好的 但是在反驳的时候 自己那边 如何铺陈自己那边的价值观 铺陈自己的论点 都很重要 其实 反方那方面 我觉得你想说到 其实两面 如何跟别人相处 那个点基本上 在后面已经好像越来越淡了 不是怎么说 而是说回 有类似说回第一个观点 其实第一个观点都OK 但是一来就好像第二个观点慢慢没有了 那些革命情感那些 就好像不是太过再听得清楚了 那跟着就是 其实可以再铺得好一点 前面那个就是 因为 现代的偶像 和上一代的偶像 其实那个策略已经不同 以前那套偶像的定义 就是你一出来 已经是以为光芒死射 你一出来 已经是张国荣 但是现在那个偶像 就是特别由日本那边开始 那个发展已经不同了 那个是要说 你是一个平凡人 就是那边那些说的 什么叫偶像呢 就是他会唱歌 但是不是很好 他会跳舞 但是又不是很好 但是他是会和他的支持者一起成长的 但是他是会和他的支持者一起成长的 所以反而他这些呢 他们都是商业角度考虑 但是他的商业角度考虑得来 他包得很漂亮的 他是不是很擅长的 但是他是会 甚至有时是会犯错的 但是他们是会和粉丝一起成长的 所以支持他 支持开那个偶像的粉丝是很厉害的 甚至连个样子都不是很好 甚至连个样子都不是很漂亮的 例如以前AKB48 好像是有过去到很后才退 好像都是神七之一 但是他很后才退入 我不记得了哪个名字 但是那个样子又不是很漂亮 唱歌跳舞也不是很漂亮 但是其实他一直是 很多粉丝 令到他有几届中选举 都是这种看法 就是粉丝和他一起成长 所以真真正做到一个偶像 就是以前的偶像是光芒四射的 是高不可攀的 现在那种偶像是碰得到的 因为他和你的起点 原来是大家没什么分别 那你其实看 你那几个位置去铺偶像 反而你是要铺这个 而这个是更加能够令到一些人 更加能够令到一些一般人 是建立到正面价值观 因为高不可攀的人 你纯粹就是仰望他而已 大家同样差不多起点 就是原来他努力是可以的 原来他努力是有进步的 释死不完美 他都会有进步的 他都会成功的 所以我也可以 这样 即现代社会这个偶像 即近代的偶像就是用一个这样的东西 反而这样是可以建立到正面价值观 从你们的角度来说 实际上都可以说得通的 所以这个是好 在这方面是好的 但是你去到结变的时候 比较铺得清楚一点 肤变就乱了一点 就没有铺得那么好 还有有些材料 我觉得 例如你在主变的时候 你会铺例如超级青光大道 一些无特意 其实就是 你其实可以更加针对到你的对手 你的对手只是想跟你说一些偶像 一些偶像唱跳的选秀节目 但实际上 原来你的手上有很多选秀节目 是看不同的技能 看不同的能力 但是这些就可以在 这些才 这些你可以再在后面 再详细一点说 来去再砌别人 不单止例子耳片概全 甚至节目的种类都是耳片概全 所以有很多位 为什么前场你会 我给的分数你会洩 就是因为有很多东西 你可能有些东西你提了 然后就走了 没有了 有些东西应该再提 你又没什么提 后来就回复了 我接着同意的就是 去到义库 去到义库开始 其实在我那张票里的分数 一直追上来 其中一个原因 都是在正方方面 那个问题 就是那个 两次的台下发问 我不觉得那个问题 攻击性有多大 例如你第一次的台下发问 就是说 一个就是没有 一开始就是 他实力很高 但是没有成长过 另一个就是 一开始实力很低 但是有成长 去到最后 他两个的实力 是不是均等 一个是没有成长 但是实力很高 一个实力低 但是有成长 到最后 是不是他成长得很高 如果两个都 实力都一样 那没什么所谓 那就由观众决定 是的 这种的情况就是 有时 对的策略是这样的 一开始 问了别人一条 好像很容易答的问题 答完之后 就在第二次的台下发问 就着他的问题 再问一条 对方很难答的问题 令到对方在第二条的分数 低得很厉害 例如你的答案 有什么矛盾 之如此类 和你的立场 可能有矛盾 这类的问题 但是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出到的手段 很容易 第二条问题 不是问得很尖锐 不是问到别人完全答不到的话 其实你就变成很难 你在第一条问题所损失的分数 很难在第二条问题上 是会拿回来 并且再有好处 这个策略不容易用的 所以要小心 因为真的都容易答的 例子方面 我知道你想有其他例子 而且有些东西 整一下整一下 你就变成很多人超越的时候 有些东西就不太出 例如说 我看到你提明日之子的例子 就是想说 那个节目组 变成到最后 那个其实 跟观众 观众他以为 从你们的角度来说 我相信的主战 就是观众以为他们 是跟那些参赛者一起成长 并且他们的结果 并且他们的意愿 是会进入到节目的结果 所以建立到一些正面价值观 去到最后 他就是会学坏了 为什么会学坏了 就是原来根本不是这样 原来是一个假象 原来去到最后 你投多少票都是没用的 都是节目组主持 所以 所以 例如 评判想评你赢的 但是结果 因为节目组 所以就评了你输 那么 这个明日之子的例子 其实 你应该找资料 应该不是只有明日之子的例子 你有其他的 不过太多杨超越 就变成那些例子 变成了 没有办法做到主体 而去将那个 你想讲学坏 因为原来去到最后 多努力都没用 原来去到最后 都是被人控制了 去到最后 你能够看了 就正如好像李杰辩所说 只是多了娱乐 就是大家看了 做了个娱乐 但是在中间 建立了什么正面价值观 难道正面价值观 原来去到最后 赛事是由人操控了 而不是公平的 你是想讲这件事情 但是 打下打下 太多杨超越 就变成了整条主线 出到的时候 出不到百分百 所以去到后期 气势就越来越弱 就被对方追上来 但是去到最后 去到最后 分数是怎样 你事后看分子 我免得说我投给哪一边 因为去到最后 我都是看到分数 在哪一边就算 在哪一边 大家的表现到最后 都是差不多 希望大家下次继续努力 谢谢 谢谢主席 刚刚前面两位前辈 都给了很多很宝贵的意见 我可能就作少少的补充 就会针对整个 你在辩题上面的一些功夫 就可能个别篇委辩计上面 就未必再看多个评论 那我们 你收到这篇辩题的时候 你们找多些资料 你会发觉可能 要解释一个东西 就是主办方的性质是什么 就是可能你会看到 选手节目 他们可能去 谁去主办的呢 可能很多时候是电视台 是的 那要来称就是 电视台本身是一个 可能是商业的机构 它是要有一定的流量 有一定的广告商的赞助 这样它才可以持续的 去营养下去 所以变相这件事情 如果是跟青少年选手节目 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会变成会不会 例如李长刚刚也提过的 就会被人操红 而当中操红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是为了制造一些声音 制造一些鱼类 可能大家觉得画面好看 例如说 这个情况下 会导致青少年 他们是否真的发光发亮 是否真的在表现他们的才能 可能是未必的 很多时候可能主办方 本身是一个商业的性质 以至他在参赛的过程中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全 去展露你自己的才能 等等作为主导 未必 可能会有一些鱼类的声音 去做主导 而除此之外 我们看回参赛 参赛之后 发生什么事 你说我今天出道了 有些人 我出道之后 你会知道有些很签约的 如果说起 疑人签约的问题 例如说 就是在青少年 他们去参加选手节目的时候 很多时候一开始 就会跟经营人公司 或者是跟电视台 签约的 即是缓言之后发生什么事 青少年可能我参赛的过程中 发觉自己原来 不巧面对这么多公众 甚至我面对很大压力 我处理不了 我想退彩 这个情况下 因为你有弱载身 你也要迫着 我要玩这场比赛 如果你去找资料的时候 应该会看到 有些参赛选手 他们觉得太大压力了 但是有弱载身 他没有办法 赔了这么高的 没有办法赔了这么多的钱 给电视台 给经营人公司 以至他们会怎么样 上台的时候就哭 我要退彩 我要退彩 就迟了几场 这个其实对于青少年 而是加入了一个商业的元素 加入商业营运的元素 这个是不是对青少年 发展理解于弊 甚至是幸好你出到 或者你够努力出到 给人欣赏到 这个情况下 青少年很多时候 你只是看现实例子 就去了 麻广告 或者是未必是你所谓 给很多人的培训他 或者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 是针对主办方自己的本质 而我觉得可以 加多一点点不默 另一件事就是 经常会听到 就是评审的模式 经常听到 评判专业不专业 还是靠人气 我觉得这里 是双方都有责任 去交代清楚 就是现在 主流或者大部分的 青少年选手 发生什么事 他们的评判标准 是否完全靠人气 作为最终的判断 或者是高人气 会另外设立高人气奖 之类的东西 我真的不太熟 选手节目 但是主要 是不是都是以专业的评判 或者行内的前辈 去做一个评审工作呢 我觉得 需要花多少时间 给大家知道 评审过程中的模式是怎么样的 因为 经常听到评判专不专业 正常你选手节目应该有不同的奖项 或者有不同的分数 应该不是单一评分 这些情况 可能要说回情况是怎么样的 另外就是对于一个 胜出的人选 刚才提到 到底是你有足够的声音 还是你有足够的实力呢 但是这件事 我觉得有时候未必是完全对立的 因为我会觉得 如果你这个人 例如像杨超越 我经常唱过例子 杨超越 他可以出道 然后可以获得观众喜爱 那他的天分是什么 可能他未必唱过聪明 但是可能他在做明星上面 有些天分 例如他对于人切做得好的 或者是对于 如何跟粉丝之间的互动 引起上 他是聪明了这件事 可能对于 你说出道成为偶像 其实这件事应该是一个 全面能力的训练 可能有些偶像 有些人听到说 如果唱歌很厉害 但是他对于一些 可能在公关上做得不好 那这个其实 也是一个 就是选手节目 未必纯粹是单纯 针扎唱歌 可能还有其他一些 就是一些 你唱歌能力以外的因素 去做一个考量 那当中是 取决大家对于选手节目的目标 可能也有提到 以前可能有很多素人去出道 但可能现在的趋势 可能就会变成 刚才提到 因为主办机构 要有商业因素 要有很多的广告收入认为 所以变成我们很难 很多时候 倾向找一些 已经出道了的团体 但未必是大红戒指 但有一定的人气 再邀请他们回去 然后再所谓 你找到应该看到 回锅肉 即是再参加 那变相 对于 现在而言 选手节目的本质 是不是还是去了选手节目呢 那这个我觉得是 我结束了一场比赛 我希望得到一个答案 或者结束了一场比赛 如果更清楚 可能也会看回 多一些类似的资料 但总括而言 那双方的表现 都挺不错的 都希望可以继续去保持 感谢梁评伴的分享 那今天的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 那现在我先宣布赛果 是最佳辩论的奖案 今天的最佳辩论员是 反方主辩 蔡洛斯同学 至于今天的赛果 正方得票为2票 反方得票为1票 换言之今天胜出比赛的是 正方廖宝山纪念书院 那恭喜 这场比赛来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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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